在台湾这几年物价一直涨 每个月的薪水连五万都不到 你还敢住台北 房租那么贵 吃的也很贵 上班穿的衣服也不能太随便 偶尔还是要跟同事去互动 社交一下 没有结婚的还要帮别人养老婆 已经结婚了 那就要自己养家 问题是每个月就只有五万块钱 哎呀那你还能够怎么样啊 玩过现金流游戏的人都知道 如果说没有第一桶金 就做不了大买卖 根本就不可能跳出老鼠圈 但是每个月的开销用度 就是很拮据了 其实不是收入低的人 才会有这个问题 很多高收入的人 也发现他们存不了钱 哎呀这到底怎么办呢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的作者 如不得清奇 他说我们应该要 Pay yourself first 首先就是要把钱付给自己 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人是不是在薪水进账之后呢 就是去支付一大堆的账单 房贷信用卡 然后还有其他的生活开销 我们都一直在把钱付给别人 但是从来不把钱付给自己 那当然我们一直是穷人就一直没有钱啊 所以我们要优先把钱给到自己 去准备一个特定的银行账户啊 每个月钱进来之后呢 就先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的钱给存起来 那你可能会说啊 钱不够用 对 不过反正本来就不够用了 你把其中一两千块钱 或者大概至少百分之五存起来 当做这笔钱就是不见了 久而久之啊 你就会习惯了 钱啊 存得够久 你就会有第一桶金 要拿去做一点小生意 或者是开始投资啊 这笔钱就会非常好用 你要记住啊 光是每个月存一点点的小钱呢 是不可能财务自由的 但是每个月固定存钱的这个习惯 是可以帮助你提早财务自由的 回复168进群一起交流